这次日本的天色安老板要来台湾开小畅屋 他就讲说如果我们这边卖给日本的蛮鱼 可以留一部分在台湾给小畅屋的话 他觉得他才愿意在这边开掉 那我们当然就是把台湾要出口日本的最顶级的蛮鱼 就留一部分给小畅屋 每周价格的蛮鱼都会在庫的关系 好吃吗 好吃吗 好吃 好 我们卖给日本大部分就是打包好了以后 就是选择好了以后打包好 挺直由我们在那边控管 可是我们卖给台湾的小畅屋了 他们每个礼拜还要到现场来试吃 那我今天有了两个池子或三个池子的人 他三个池子都要试吃了 选当中最好的那个池子拿到小畅屋去 他就是那么严格 不好意思 是吗 wondering 你 就可以 还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